各位 你们的绝望回来了 realme 跟 Rolex 的设计师合作 推出了一款新手机 然后卖你1799 Unbelievable 就是这一台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realme 12 Pro Plus 奖 有没有名牌手表的feel 你不要看别的地方啊 只是看中间的镜头大眼睛那边罢了 它里面哦 是有刻度的 外面也有一层纹理围着 我不懂工艺一不一样 但是我上网搜索过了这个纹理 就是 Rolex 表制性的三角坑元素 再配上这个深蓝色 就是名表的feel 我们买不起名表 但是手机占一下光也是ok的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哦 上一代realme 11 Pro 系列的时候 realme 是找来了这个前Gucci 设计师去设计的 但是来到realme 12 Pro 系列 它是找的这个设计师叫做 Olivier Sevier 我不是很懂他啦 我也是上网搜索的啦 听说这个人呢 他在搜索手表界是很出名的 他设计过的品牌有 有rolex啦 有呃 piajet啊 会念 britling 还有一个叫做roger dobby 我发现他设计过了我都不会念 可以去设计呢 镜头模组里面在不同的光线下面 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线条 pattern 据说会有超过500种的光影胶织 你们可以自己回去转转看 看看有没有500个 再回来告诉我ok 机身背盖是素皮材质 依然是很高级的 摸起来是不沾指纹 配上一条3D金色拉线 从上贯穿到下 这个剧本就是realme数字系列的招牌设计啦 手感上面呢realme 12 Pro Plus做了一个四曲面的Design 所以握上去是很圆润的 这次它的颜色是有两个的 一个就是我这个蓝叫做submarine blue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奶白色来的 屏幕6.7吋FHD Plus OLED 曲面屏 120色刷新率 2160PWM调光 100%的DCI P3色域 10亿色深 支持Pro HDR等等 整个屏幕显示度 我是给很高的分的啦 Touchscreen 内也是很顺的 有always on display 重量196g 8.75mm的厚度 对我来讲是有一点厚度的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它这么做一定有它的原因 看到如此促起来的镜头吗 后的原因就找到了咯 这三颗镜头就好了咯 首先先上个appetizer给你 50MP的Sony IMX890主镜头 有OIS防抖 然后来一个8MP的广角 主菜来了啦 64MP3倍浅望长焦镜头 这次最高是120倍Zoom 你没有听错 它真的可以做到120倍 它是目前手机键里面 唯一可以在这个价位 可以给到你一个潜望式镜头 还要可以到120倍的手机 所以我说realme 它则是卷王 很卷 这个镜头可以做到3倍的光学变角 6倍混合变角 还有120倍的数码变角 在手机上面的界面 还是放很多不同焦段 有0.6啦 123倍还有6倍 方便你一点就可以拍 Sweet模式也还是有的 基本上就是和平时我们讲的123倍 是一样的意思啦 只是它的焦段 换成好相机的24 48、71还有140mm罢了 给你一种拿着手机 好像拿着相机拍照的感觉啊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去烧街吧 First 我们先看一看它一共有的预设焦段 第一张叻是0.6倍的广角 再来是主镜头的1倍 然后是2倍 64MP的3倍长焦镜头 最后就是realme建议使用的 混合变焦焦段6倍啦 基本上每个焦段的画质 它的表现都是很稳定很不错的 这样在构图上面就有更大的弹性啦 这是realme 12 Pro Plus 最关键的升级 就是这颗64MP的3倍长焦镜头啦 所以我就主要用它 试拍一些照片啦 有一点我一定要讲的就是说 它捕捉到的细节 真的是有impress到我的 就是长焦出来的照片呢 如果放到的时候还是很清晰的 这样它的拉质感 没有太严重 噪点控制 也算是到位 就算是6倍来拍的话 原来效果也还是一样很不错一下的哦 在放大6倍下拍的KLCC照片 其实细节处理的还不错 整颗加工粒粒分明 但是天空的颜色叻 就off了一点啦 变到有点灰灰的 最后也给你们看一看 扫结的时候顺手拍的一个小朋友照片啦 video上面最高可以拍到4K 30fps的影片 所以它的防抖还是有的 前后镜头都有 就拍Vlog起来会更加稳定 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 这个是前镜头拍的 这个是后镜头拍的 人像镜头的话这次realme很可爱 它就给到了一个3倍镜头 但是它这个人像3倍 跟普通模式的3倍是不一样距离的哦 普通模式的3倍是71mm 人像模式的3倍是80mm 它的拍出来的感觉是更浅一点的 那我们再来一张看到吗 它的背景虚化呢 虽会更沉 背景也会拉到更加靠近 以相机来比喻的话 80mm就是一颗黄金长角 人像的焦段之一 拍出来是很有感觉的 那种不经意的电影感 唯一的缺点就是拍照的人 和我站是要比较远啦 试下套买这堆filter先 这些filter的灵感是来自一些大电影 比如说Life of Pi啊 Top Gun Maverick等等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Maverick的这个filter 我觉得它拍出来哦 有点清沉调就是 Till Color 整个很有电影感 然后我在Mall这边还找到了 Staring Mode这个模式 是专门拿来拍夜空的 好啦相机讲完了啦 现在就轮到其他配置了 realme 12 Pro Plus 这是它用的处理器叫做 Snapdragon 7S Gen 2 它这颗处理器通常会用在 中低端手机上面 它的性能是中规中矩的啦 相当于Snapdragon 6 Gen 1的超频版 然后再强个一点点啦 Antutu跑分呢是60万左右 热场运行上面呢 我觉得是顺滑的啦 优点哦 就是4nm制程它可以让发热更低咯 运行就更加稳定 电池呢是5000毫安 加67W的SuperView OZ快充 0-100%50分钟冲完 重点来了啦 价钱realme 12 Pro Plus 这次一共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呢就是8-256GB的 就是1799 第二个呢就是12-512GB的 就是2099 OK总结了啦 我觉得这次realme 12 Pro Plus 它最大的亮点呢是在于 它的外观上面还有拍照上面 虽然它的设计呢 还是延续上一代的那个设计语言 但是有了rolex设计师的加持了嘛 这样的档次肯定就是上了咯 我自己看着我也觉得 High Class了 拍照功能上面呢 我也觉得realme是有做到越来越好的 尤其是在这个档位上面 它可以放到一个浅望式镜头 真的是没有东西可以写了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